有一种灵魂中的落寞,叫孤独,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孤独的身影,无处不在,如影随形,却看不见摸不着。 实际上,人生本来就是孤独的,人是伴随着孤独来到这个世界的,然后有孤独的离去,生命中大部分时光是属于孤独的。 既然人生注定要孤独,何不努力去面对它,试着去善待它,善待它,你就会发现,孤独是一种常态,孤独才是人生,灵魂只能够独自前行,独处会激发人的成长。 人生注定是一场孤独的旅行,没有人会时刻陪伴着你,大多时候,成长的路,要靠你自己走,每个人总是要面对孤独,孤独并不可怕。 一个人时间长了,也会变成了一个习惯,可怕的是不敢面对孤独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正确地面对孤独。 在孤独面前,有些人会感到惶恐和不安,选择沉落和逃避,怎么样才能正确面对孤独? 拥有独立的灵魂是最佳途径,心灵是世界上唯一能够陪伴你一生的最好伙伴,如果你不懂得修心。 那么这一生你可能会尝尽孤独,欲尽艰辛。 如本华曾说,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,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。 拥有独立灵魂最容易的途径是读书,读书指的不仅仅是学校教育,还包括一种终身学习的态度,保持终身阅读,学习的习惯。 灵魂是人类精神的安静家园,所寻求的是真正的情感和坚定的信仰,真有了灵魂。 懂得保持灵魂的独立,就会变得坚强,就会不再害怕孤独。 当你明白,灵魂终究只能独行的时候,便会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孤独。 从而学会培养自己独处的能力,人的高位在于灵魂。 独处的能力决定人的生活品质。 如本华曾说过,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。 谁要是不爱独处,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,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他才是自由的。 乔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,也对即将毕业的学生们说, 如果你坐下来观察,就发觉你内心的不安。 如果你试图去贫富,恐怕会变得更早,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安静下来。 那个时候就能听到更微小的东西,当你的直觉开始发芽,你开始对当下很多的事情会更清楚。 你的心灵变慢下来了,你感知到思维有一个巨大的扩展,你能看到比你以前多得多的东西。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孤独的修行,当你渐渐按下心来,把孤独当成是一种关于灵魂的修行时, 便学会了如何享受孤独的生活,有哲人说过,孤独不一定那么不堪忍受,或许只有它能让我们学会如何与自己好好相处。 死亡不一定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阴森恐怖,或许它只是人心劳一生后,进入某个温柔的无梦之眠。 人生的苦难,也不一定那么面目可憎,或许它富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和赢能,使我们经历后获得更强大的力量。 一个能够承受孤独的人,必将变得更加强大。 孤独,是一种来自生命的力量。 书本华曾说,人要么独暑,要么庸俗。 康德泽在家乡的小城,严独写作到老,甚至未曾亲眼见过高山与大海。 但也许正是这种看来极端的孤独,造就了他们的极致的人生。 孤独,有时候更像一杯纯净水,没有发质,没有污染,是一种优雅别致的美。 当身处孤独中的时候,没有了喧闹的影响,不会因冲动而留下遗憾和后悔。 沉浸在孤独中,能让人平和,愣静,困重,会以一种超越世俗的方式生活。 能在孤独中体会永远自得的生活,是一种境界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孤独的环境中。 有多少人因为孤独,患上了抑郁症,又有多少人因为孤独,白躁不安。 只身于这脑之中未必就不孤独,一人独处也可以不孤独,人在孤独的状态里,才能进行真正的创造。 因为创造需要时间的消耗,注意力的集中,技能的修炼,而这些只有独处时才能做到。 坐在轮椅上写作的石铁声,面临着灾难的不断降临,在被病魔折磨中,他坚持在写作之夜滋养自己的灵魂,笔根不错。 他的著作影响了无数人,他的生命充实而完整,他也能够在孤独中看到繁花刺激背后的花凉,瞬间光亮之后的永恒黑暗。 孤独是一种状态,真正的孤独是高贵的,孤独者都是思想者,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,他的思想是自由的,他面对的是真正的自己。 人类的思想一切都源于此处,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,从出生的那一刻起,就注定是孤独的,一个人来,一个人走,我们注定要面对很多。 当孤独来袭,请不要逃避,张开双臂大胆地拥抱他,他会在你心里绽放出唯美的自由之花。 清心而速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